因为我留意到 其实我这次教导 一方面是神带领我 也是我自己在处理生命 我就发觉里面可以有负面的方法 有不好的意念 我就发觉这个会变为行动 所以我就有这个意念 就要这个罪在我里面马上就处理 不要等到它发出来 但很多人去 发完了 就走了 做之后才悔改 就每一次这样做的话 这个破坏性就继续停留 我们就明白 这个保存我们的生命的重要性 我也看这一点的 这是很多人很有能力去奉神 但因为他们的怒气 或者是骄傲 探财 就破坏整个生命 他们也有爱神的地方 很多人爱神 他们不看重在家庭的关系 他们以为 我的老公没有跟我配合 我就发怒 就骂老公 这样他以为就是 我是西凤神 他去不跟从我 所以我就骂他 这样的话 他不知道 这个是破坏他的生命 我可以看重在家庭的生命 我可以看重在家庭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